朋友们大家好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雪瑶的分数出来了 她们这次总分是860 给我一个 好嘞 这个一个是两个多 哇 宝贝比妈妈还多一些哦 你不多 我不多啊我才五角 五毛 这是五块 她们总分是860 雪瑶是考的是781 恩高去不了 因为恩高的录取分数是800以上 如果没关系 因为孩子已经努力了 其实考这个分数 我们也很忙意 也很高兴 就算勉强能够上恩高 孩子也是排在后面了 在班上会排在后面 但是如果在另一中的话 她会上二塞班 其实这样对孩子来说 没有什么压力 我们也放心 因为上二塞班 她是排在前面的嘛 但是呢 雪瑶还是有点不开心 因为没有达到她自己的心理标准 本来她自己是想上恩高 小孩子会给自己目标 是好事 但是也不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我现在打个电话跟她聊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清早 她就给我把分数发给我 给我聊了很久 雪瑶 妈妈 哎 在干嘛呢 还起来 还起来 我看到了 看到了 考得很好 我也很开心很高兴 我听到谁的声音 欧迪 欧迪 妈妈 哎 你也昨天考试了啊 看到了 嗯 听到了 喂 喂 喂 听得到不 听得到 我说你昨天是不是也考试了 嗯 自己感觉如何 应该会错一点 看到了 嗯 怎么说呢 这个考试 就是对你们学期的总结 有错题是不怕的 对不知道 嗯 好 努力了就行了哈 嗯 考了就开开心心的 就不要去回想 过程了 反正平时努力了就行了 知道不 知道 嗯 有错题也不怕嘛 到时候 成绩当出来了 然后再把错题反复的 呃 回想一下 做一下 为什么会错 知道吧 嗯 现在就开开心心的玩 休息 好 休息 妈妈 哎 血腰不错不错 刚刚你给我发 你给我发了分数线 我就在这里看了一下 N高的话 上不了 没关系 知道吧 因为你在 如果你去上 N高 因为你现在的分数线 是达不到 假如说 如果上了的话 你也是排在后面的 就是说会压力比较大 因为都是金子是吗 嗯 但是你应该是排在后面 你自己压力会比较大嘛 对吧 嗯 你已经努力了 已经很好很好了 发护的很好 本来你的分数线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啊 你的分数线可以上N11中 你看了没有 我们逆穿都要够了 对 我就是看到报不了没办法 所以就算就算就算逆穿1中也可以 你上逆1中的话 那就是上红字版奥塞版嘛 就排在前卫了 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坏事 也是好事 这样你会更积极 然后更有信心嘛 嗯 有点压力嘛 不过我觉得 毕竟 还是一个中学生 能够给自己目标是好的 知道吧 但首先是在学习的同时 要自己要开心 好 很乖 成绩一出来了 立马给我发信息 立马给我发成绩的 你还记得 你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报名 就是第一次去清外的时候 是我带你去报名的 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过的话吗 记得 就是 你从那个墙上 你接那个 就是从清外考出去的那些 那些学生的那个方向 然后你说希望以后 你在那时候看到我 然后 因为我们是农民大海 因为我是农民大海人 然后 所以我要给别人 更加努力开心 对 我说 因为你没有什么背景 我们都是 你爸妈都是在农村 也没做什么生意 人家一份努力 你要十份努力 但是你做到了 但是你做到了 学校你做到了 知道吧 没有人让我们失望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那你就好好休息啊 嗯 嗯 到时候安排安排 到时候 我看我们什么时候去玩 好 好 嗯 爸 那你自己在那边 自己身体也太累了 嗯 好 知道 只要你们听话 然后 看到你们现在这样 我就是在那里 值得知道 值得 当父母的都一样 好 那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开开心心的哦 听到没有 好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很好了啊 嗯 嗯 好 拜拜 拜拜 嗯 血腰都还记得 因为 嗯 我记得 那时候 呃 因为吃在乡下嘛 所以读一年级的时候 呃 我们就要在那个南平乡 读一年级 后面我就商量 和伯伯商量 因为孩子的话 如果说能把它上到 室里面去读 是最好的 因为教学质量不一样 后面我们就去 室里面租了房子 去买了一些小家具 然后 然后就去市里面读了 嗯 后面读这个 清外的时候 本来是清外 还有诗源 还有还有 南平乡 南平乡一个 一个中学 后来我就选择了清外 因为 父母在内 平时忙碌也好 熬夜也罢 都是为了孩子 能够上个好一点的学校 嗯 给不一样的教育 但是 很满意 熬夜这个成绩啊 还有她的努力啊 是真的很满意 不管现在我在哪里 反正希望她们读好 因为 成绩出来了 熬夜第一件事 就是给我发了成绩的 然后我也跟她聊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孩子心里有我 我心里也有他们 嗯 不管清后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也足够了 只要都健康成长 然后 我也抱着一种 努力 感恩 还有就是 反正就是 一种爱的心吧 就足够了 也谢谢大家啊 也祝所有所有的孩子都 就是都能考一个好的成绩 自己理想的成绩 祝大家都健康成长 其实这些都是父母想要的 好了 朋友们拜拜 祝大家都家庭幸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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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